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去年交通违规新制上路之后掀起了明月 一年之内祭典满12点被扣罩两个月 也引发了职业驾驶强烈反弹 交通部现在呢 这个在宣布部分违规临庭暂缓祭典之后 部长王国才再抛出 目前正在研议违罪不祭典 严拟罚款在1200块以下的交通违规 只开罚不祭典 结果引发了正反两派不同的看法 近年来交通部继续洗刷行人地狱恶迷 但去年六月上路的交通违规新制 一度引发驾驶人不满 违规祭典项目增加 而且一年内祭满12点就会被吊扣驾照两个月 严重影响到职业驾驶生计 交通部宣布部分的违规临庭暂缓祭典至今 如今交通部长王国才又有这个想法 现在我们再想一个就是说 违罪不祭典 1200元以内的 这个就不祭典 最容易被祭典可能就是并排停车 然后让客人下车 当然是比较好一点 对啊就是我们总会比较 不宴力那么大 违罪不祭典 小黄司机给予正面肯定 不过当初祭典制度初衷是不要让雷犯认为 缴完钱就可了事 持续违规 如果违罪不祭典 仍有民众担心交通乱象无法解决 有些民众也会心存侥幸啊 就是可能他觉得他不会被检举 包括红线违规临庭或违规停车 这种开罚1200元以下的未来有可能只开罚不祭典 不过台北市计程车驾驶员职业工会认为 重点还是要回归道路设计问题 超速如果今天闯红灯 这个是我驾驶个人的问题 那这样子的罚者或这样的祭典 绝对是我应该要去承担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因为道路交通的设计的不良 要把所有的罪责全部在职业驾驶上面要去扛的话 这个就是太过了 不过交通部也考虑 违罪也不开罚 民众检举以及民众检举不祭典等 不过目前都尚未定案 得再进一步讨论 记者 这一项卢博聪台北报道